行驶在国道上突然前方窜出熊熊火光 就怕被波及所有人放慢速度只能从最外侧通过 因为下一秒还真的传出爆炸声响 只是这大火是从对向的北上车道窜过来 火焰更是直窜天际 远远的都可以看到 因为现场有易燃物品 火是真的一发不可收拾 就在国道一号北上竹北路段90.2公里处 14号清晨4点46分发生一起自状意外 一辆满载着松香水的大货车 不明原因撞上了中央分阁岛 只是松香水就是俗称的香蕉水 无色透明的液体 但极易挥发跟燃烧 这一状有一丁点火花就引发大火 幸好驾驶第一时间逃出车外 仅受到轻伤 但猛烈的火势 还一度蔓延到高架桥底下的树丛 因为北上南下车道为了救援 都暂时封闭超过三小时 车流回堵 也让一早要赶上班的民众 全都塞在车阵当中 为了清除大货车残骸 所有人只好在缓慢车阵中移动 不过这起事故警方还要调查事故发生原因 但载着这种极易酿获的荣记 真的得要小心行驶 TVBS新闻城市米西伦新竹采访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